台湾发生军方疑似管教不当 造成洪仲秋死亡的悲剧 而在英国因为热浪持续 有六名英居在接受训练的时候 中暑不适而入院 之后有两人死亡 一人危急 英国警方和国防部也展开调查 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 是热衰竭和体力不支所造成 军方消息指出 这两名士兵所参与的训练 虽然是属于比较激烈 比较严格的 但是两人的死亡并没有武器 或者是坠落意外的介入 好 我们看到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 继续要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 谈到大陆的经济 最近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 大陆的经济成长 正在明显地降温 这是让世界各地的产业 也面临输赢地位 改换的局面 就连受益于大陆崛起的产业 经济学家的预测显示 大陆今年经济增长 可能是1990年以来最疲弱的 增幅只有7.5%左右 好 再来看到史诺登事件之后 网络安全备受重视 不过真的防范得了吗 国舰前锋论坛报 现在有一款被骇客们称为 临时差业务 可以说是生意兴隆 这是利用软体的编码漏洞 让买家无拘无束地 长期植入到一台漏洞电脑当中 那么想当然的 攻击触角可以延伸到 任何的企业或者是机构 美国和以色列就曾经透过 这所谓的编码漏洞 破坏了伊朗的核武研发计划了 好 我们紧接着要看到 这是备受主部的 佛州巡守队员 齐莫曼涉嫌枪杀 没有持有武器的 非洲一男子马丁的案件 法官最后是宣判 齐莫曼属于正当的防卫 因此无罪地当庭释放 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 引发关注呢 主要就是涉及了种族歧视 果然 案件宣判之后 引发骚动 抗议 守夜等活动 蔓延了全国上下 总统欧巴马也出面指说 马丁的死是一种悲剧 但同时他也呼吁民众 要保持冷静 好 这是今天的读头条 看世界 我们一起关注 那个细节 批划 再加工 接用 为